警察宣誓要保护社区,在一开始也觉得他们能在履行职责的时候保护咱小命,不侵犯咱权利。 可别忘了,警察也是人,他们也会犯错,搞出些错误决定。 今天的案件就体现出了当地警察的无能,本案的尸体在厕所旁被发现,则是怪语,警察不作为含乱狗。 案件的主角是个充满活力、爱冒险的年轻妹子埃利沃伦,1996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出生。 这姑娘家里有老爸老妈,保罗乌伦和妮可,还有个妹妹叫克里斯蒂。 埃利从小那就是活力四射,热爱生活,对家人十分贴心。 不过,她这家庭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小时候爸妈就离婚了,但这事根本没拦住埃利成为一个充满爱心的人, 有些是跟她老爸,那紧直就是如胶似漆,保罗把女儿当宝贝疙瘩,觉得她就是个渴望冒险,热爱生活的年轻妹子。 埃利在帕克戴尔中学念书,高中毕业后,打算去北昆士兰的詹姆斯库克大学,追求海洋生物学的职业生涯。 这妹子热爱户外活动,不过要是有件事比这还让她着迷,那就是探索不同国家和文化,特别是非洲。 于是乎,埃利就开始行动了,2016年的时候,就妹子同时打三份工,就为了能负担得起在莫桑比克的海洋生物学项目。 这埃利在上大学之前,就想跟海洋生物学家和科学家一起工作,满足自己类心那流浪的欲望。 这可真是个绝佳机会,能跟自己寄养的人在一起,还能看索世界不同国家广阔的海洋生物。 2016年10月,埃利就跑到了兰飞莫桑比克的托夫海滩,加入了那个叫水下非洲的水下潜水小组,一呆就是柳州。 这妹子,收拾好心力,跟家人靠了别,那兴奋劲就别提了。 准备开始这场改变人生的大冒险。 一到莫桑比克,埃利就住着托夫海滩那个很受欢迎的潜水度假村卡萨巴里的一间平房里。 在这六周里,埃利那可是梦想志愿者小组的预员。 他们坐着船去美丽地方的珊瑚礁,埃利在水下那可真是度过了她这辈子最美好的时光。 她对自然之美那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就自经历也真的是把她未来的目标给巩固了。 那就是帮着拯救世界,保护海洋生物,当个能有所作为的人。 在莫桑比克的这六周旅行里,埃利也没忘得跟家里人联系。 她爸妈还记得,每次问她在那过的采样,她那生意里的兴奋假。 埃利可高兴有这样的经历了,这事儿她肯定一辈子都忘不了。 这六周,那是搜的一下就过去了。 2016年11月初,终于到了埃利该回家的时候了。 她也能开始人生的新篇章,那就是上大学了。 可谁能想到,这埃利再也没能登上回澳大利亚的飞机。 她最爱的地方,竟然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地狱。 不光对她是这样,对她家人来说也是情篇霹雳。 咱再来看看,在莫桑比克到底发生了啥事。 2016年11月8日,本来应该是埃利在莫桑比克的最后一天。 可知接下来发生的事儿,说法可不一样。 有的报道说埃利回营地跟朋友见面了,还有人说埃利把一些东西留在那儿了。 但是呢,埃利住的那个旅馆的经理却说,她那天登本就没登记入住。 不管咋说,那天晚上晚点的时候,埃利和她那小组出去庆祝他们六周项目的结束。 他们在海滩附近的一个叫维克多酒吧的当地酒吧待了大半夜。 据埃利的朋友说,她是喝了几杯酒,可人家头脑清醒得很,一点都没醉。 第二天,埃利本来应该坐飞机回澳大利亚,她也特别兴奋能再见到家人。 埃利的爸妈也想死她了,这六周可是他们分开时间最长的一次。 可这埃利就是没登上飞机,实际上,从周二开始,埃利就没联系她家人了。 这可把妮可和宝国吓得够呛,他们赶紧给埃利还有她认识的人打电话,可啥有希望的消息都没听到。 不过呢,过了一阵子,埃利的爸妈接到了一个电话,可不是埃利打的,是埃利的妹妹克里斯蒂,这妹子在电话里都是歇斯蒂里,一个劲的尖叫说埃利被谋杀了。 这本来已经够可怕的,而且这事还发生在另一个大陆上,埃利的爸妈来是悲痛欲绝,一肚子的问题。 到底是谁对埃利下了这样的毒手?为啥会有人想伤害埃利? 她到底出了啥事?保罗和妮可的生活那是彻底被颠覆了。 即便这样,保罗和妮可还是盼着莫桑比克当局能把他们女儿的死给查清楚。 他们觉得埃利的案子交到了可靠的人手里,可他们哪知道啊,他们信错人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才发现,莫桑比克的那些调查人员,对解决埃利的案子那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咱们说说这莫桑比克,这地儿那是个美丽的地方,自然资源丰富得很,自然风景令人惊叹,有海滩,还有娱乐区。 可这地方也是个因为内战后骨而动荡不安的国家。 莫桑比克的主要景点,就是那一眼望不到边的海滩和国家公园。 所以这旅游业在这个国家那是相当盛行,也是主要的收入来源。 世界各地的人都费到莫桑比克来体验大自然的艺术杰作,带着敬畏和欣赏离开。 埃利本来也是这么想的。 可这莫桑比克虽然美,但在这国家的根基处也藏着不少丑陋的事。 大概有55%的当地人都说,大多数莫桑比克的警察,那是腐败得很。 就是警察,缺乏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他们结案非常快,就算案子还没办完,也都先结了案再说。 他们不好好的解决一个案子,就会想些乱七八糟的办法,然后就说这就是真相,接着就结案,好去处理下一个案子。 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理论就是,警察会掩盖很多严重的罪行,或者把他们归到不那么严重的罪行里,就因为他们不想影响旅游业。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周三,埃利的尸体被一个当地渔民在一个公共厕所附近给发现了。 一开始,印尼洋巴类时的警方发言人猪马道托侦探,把埃利的死判定为意外,还强调说受害者身体上一个痕迹都没有,傻鱼伤啊,伤口什么的都没有。 这调查进展得非常缓慢,第一份正式的警方报告,花了将近六个月才出来,那细节可真是让人震惊。 根据报告,埃利是死于药物过量,可奇怪的是,她死的时候身体里根本就没有毒品。 埃利的爸妈想联系澳大利亚警方,因为他们希望两个调查机构能一起合作解决埃利的案子。 可莫桑比克那是断人拒绝,他们说,调查只能他们自己处理。 埃利的妈妈妮可甚至在网上发起了一份请愿书,请求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帮忙解决埃利的案子,给她讨回公道。 这请愿书在两周就有了超过三万六千个签名,到最近,这签名都快接近六万五千个, 而目标是七万五千的签名。 另一方面,莫桑比克的那些侦探们那是一点忙都帮不上。 你看哈,在最初的警方报告之后,四天后又出了一份报告,这次说埃利的死是一起凶杀案,可这事儿就变得更乱了。 埃利的死因被说成是机械性窒息,还有她的肺里和嘴里有沙子。 而且,在埃利身体里发现的沙子是松散的海滩沙子,可埃利尸体被发现的地方周围是那种又硬又密实的红土。 所以,这就有了一个假设,就是埃利在海滩上被人袭击了,然后她的尸体被人给挪走了。 可为啥呢?是谁干的呢?这也是埃利的爸妈想知道的事。 这埃利的老爸保罗一看莫桑比克警方对埃利的案子这么不积极,他们在调查中不但不帮忙还惊天乱,于是她就自己行动起来了。 在埃利去世一年后,保罗跑到南非去给自己找答案,她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找出凶手。 保罗拉出一点都没分心,全神贯注地找关于女儿死亡的线索。 让人惊讶的是,她在一天里发现的事儿,比那些侦探们在一年里发现的多多。 可保罗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现这么多信息,这就引出了一个大问题。 警察是真的对案件不感兴趣呢?还是有可能他们在掩盖啥事儿呢? 咱再说说警察,他们到底是有帮助呢?还是同谋呢? 保罗到不得第二天就去了埃利住的度假村。 她坐在埃利最后一天拍照的同一张桌子旁边,弹朗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哭了起来。 同时还感觉自己跟埃利有了一种精神上的联系。 她还到处贴告示,问有没有人知道情况。 几个小时后,好多当地人都在提供信息了。 保罗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信息,可这信息听得让人害怕。 一个渔民把埃利的照片转发给了保罗,他看到的那可真是一场噩梦。 这是埃利的照片,可被埃的是,照片里的他已经死了。 他就那么毫无生气地躺着,衣服都被脱掉了,脸上,脖子上和四肢上都有伤痕。 这就说明,他一直抵抗到了最后一刻。 对保罗来说,看到自己的女儿这么无助,这么受武,这事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怎么说,这渔民说出真相还这么主动地提供信息,那是值得赞扬。 可这样的照片不应该被家人看到的。 看到这张照片后,保罗意识到了一些事,埃利的身体位置和地点,跟莫桑比克侦探跟沃伦一家说的完全不一样。 一开始,沃伦一家还以为埃利是在一个公共厕所附近被发现的,而且没受伤。 可这张新照片就引出了一个理论,就是有人袭击了埃利,然后在海滩上把他给杀了。 这也准使了埃利身体里有海滩沙子,而且这张照片还暗示了一些更可怕的事。 那就是埃利肯定是被侵犯的。 这张照片虽然很可怕,但证明了当地警方很可能是在试图掩盖埃利的死亡。 可还有别的事,进一步证实了这个理论。 在2017年和2018年保罗在莫桑比克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些当地人,这些人看到了一些特别奇怪的事。 有个女人,她是发现埃利尸体的人之一,看到了埃利在海滩上的尸体照片,就是那个渔民提供的照片。 这个目击者清楚地记得埃利被放在一个特别奇怪的位置,靠近前面提到的厕所。 所以在这个女人的眼里,埃利怎么会在这张照片里出现在海滩上呢? 这就证明了埃利的尸体肯定是从海滩被挪过来的,然后被放在厕所附近了。 还有一点,就是当她的尸体在厕所附近被发现的时候,她是那种穆斯林祈祷的姿势。 臀部翘起,脸抄下,手臂伸在头前面。 目击者还接着说,当她在厕所旁边看到埃利的时候,警察已经到了。 这就引出了一个理论,那就是正是警察改变了埃利尸体的位置。 好让这事看起来像是一场意外,而不是引起凶杀案。 侦探们想让现场看起来像是一个喝醉的埃利在厕所上奔倒死了,或者是在药物过量的时候正在祈祷或者类似的事。 如果这是真的,那当地警察肯定是妨碍了证据和实际犯罪现场还有埃利的尸体,可一个紧迫的问题还在那儿。 为啥呢? 为啥侦探们要干这浪的事? 为啥警察要掩盖犯罪现场? 警察是参与了埃利的死亡呢? 还是在给其他人淡脏火呢? 到这个时候,澳大利亚警方还没参与埃利的案子,尽管握了一家无数次的呼吁和请求。 但是澳大利亚当局也没啥办法。 因为莫桑比克没请他们帮忙,所以澳大利亚当局在法律上也不能越进去帮忙。 就算他们想帮也不行。 很明显,莫桑比克警方在解决埃利这个高度可疑的犯罪案件方面做得太差了。 当保罗最后把他所有的发现展示给当地莫桑比克警方的时候,他们还真承认埃利的尸体确实被挪过了。 让人震惊的是,就算有了这么多罪证,埃利的案子还是没啥官方进去。 莫桑比克警方基本上就是放弃了这个案子,结束了调查。 沃伦一家对莫桑比克警方的行为那是十分愤怒,但这也没拦住他们尽一切努力。 埃利的案子引起了很多公众关注,还出现在澳大利亚多个当地新闻台。 在2020年还真有人来帮保罗了,是一个私人德国调查员尼克·格雷格。 他是个在非洲和中东地区密集合作,试图打击犯罪集团非法活动的人。 2020年,新冠疫情让世界都陷入封锁了,所以尼克和保罗不能回莫桑比克。 但是尼克在他德国的家里开始了他的任务,还让保罗了解情况。 他跟各种从事成人工作的男非女性去的联系,想从他们那儿得到关于当地一个危险团伙的内部信息。 有个女人觉得这个团伙跟埃利的死亡有关,而这个团伙他们特别暴力,还特别强大,连警察都能听他们的。 基本上,这个团伙控制着当地,警察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尼克知道他的弄到更多信息,所以他跟不同的女性开许女会议。 这些女性要么有犯罪背景,要么以前参与过这个团伙。 尼克知道他这是在玩火,但他也是这行的专家,他知道物伦一家需要答案。 所以,他看了一大串女性名单,最后找到了一个好像特别适合对这个团伙进行秘密内部调查的人。 尼克给这个女人安排了任务,让他跟这个团伙的成员交朋友, 从他们那儿得到关于艾莉死亡的信息。 果然,在努力讨好这个团伙两支后,在老板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个女人怒了音。 团伙首领成人分发非法物质,抢劫游客,甚至还导致人死亡。 他的公司挺模糊,虽然没有提到了艾莉的名字,但咱想想看,艾莉失去生命的时候, 他的团伙就在那个地区活动,而且他特别喜欢挑选年轻的白人女性下手,这线索可不就对上了。 这女人赶紧把信息转达给尼克,到目前为止,大家普遍认为艾莉在海滩上被该团伙的成员给盯上了。 接着,他们抢劫了艾莉,艾莉反抗的时候,他们就把她给制服了,还侵犯了她,最后杀了她。 之后,她的尸体被带到附近的一个公共厕所,伪装成一场意外。 而警察竟然也参与其中,继续掩盖整个事件。 虽然就只是个理论,但要是真有那么点真实性,老实说,可有可能是真的。 那咱就想想莫桑比克警方到底有多腐败吧。 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一旦保罗从尼克那儿得到所有的信息,他就直奔澳大利亚驻南非大使馆,要求他们采取行动。 事实明白着,虽然莫桑比克永远不会邀请澳大利亚警方进行正式调查,但要是有政治压力,澳大利亚警方说不定就能想办法进入非洲领土。 而这事还真就这么发生了。 2021年2月,在这漫长的5年里来回折腾。 沃伦一家终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一次听到了点好消息。 保罗接到了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的电话,被告知他们被正式命令调查埃利在莫桑比克的死亡。 随着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在多年后参与到埃利的案子中,沃伦一家终于看到他们女儿的案子有了点盼头。 但这事还远没结束,调查还在进行中,虽然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保罗还是希望能得到答案。 保罗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那可是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和折磨。 他在为埃利争取正义的同时,也坚决主张对法律进行变革,特别是那些涉及跨国和跨州死亡的法律。 他积极呼吁对国际法进行变革,加快对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大陆去世的人的调查速度。 莫桑比克的侦探从一开始就把埃利的案子搞得一塌糊涂,而且看起来他们就是故意这么干的。 咱也不知道这是因为他们判了这个团伙呢,还是为了保护他们国家的生育。 咱只知道,不管啥原因,这些警察那是既不专业又不道德,这是不可否认的。 埃利的案子,就算过了漫长又艰苦的百年,还是悬而未决。 这是一个极其不幸的案子,咱基本上都知道咋回事,可就差证明了,只有证明了正义才能得到伸张。 而证明往往就是最困难的任务。 希望埃利的悲剧能成为一个警示,让那些腐败的警察们好好反思自己的行为,也让全世界都更加重视跨国犯罪的调查和正义的伸张。 毕竟,每个人的生命都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而不是被随意践踏。 咱就等着看,这莫桑比克的警察们啥时候能真正干点正事,别再瞎折腾了,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也给正义一个交代。 视频的最后,鼠哥也想总结一下,莫桑比克的警察就是一群废物点心,干啥啥不鞋,吃啥啥没够。 警察本应是民众的守护者,那些警察却让凶手逍遥法外,不抓不管,还掩盖罪行。 你们对得起那神经浮吗?那么对于今天的案件,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别忘了订阅鼠哥的频道,点赞并分享本视频。 好了,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记得照顾好自己,远离那些可能让你陷入麻烦的任何事。 爱你们,我们下期再见。 。